大家好 可爱华人和可爱生活这些片 永远都不会完的 其实今天这条片 我是想综合我过去 这几年里面 我分享过一些我以前在可爱生活的 遇到一些问题 歧视 以及一些我之前没分享过的东西 单刀直入 我其实小时候 当时在澳洲生活 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歧视问题 其中一样 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 我当时住在Signy 但是我不是住在Signy的市中心 我是住在Signy的 教区 但我每天都要出市中心 在竞中心那里上学 那么 我的行程就是 如果我叔叔不车我 去一个叫Blacktown的火车站 我就要坐巴士了 去那个巴士站 其实都很难走 因为你知道 就是你一间一间一间 其实每一条街都是一样样的 没什么地表给你承认 那么 有一次我就放学回来 放学通常都是我自己回家的 那我就 又是熬火车 去到Parramatta 那辆巴士其实就是去到Parramatta 那我就可以转火车 那我在Parramatta那里 就等了 那辆600 一辆601 我不知道那两辆巴士 还是不是到 就是还是不是这个路径 那就可以回到我家的 那第一辆巴士 他就 不载我 为什么不载呢 其实整个几两个钟头一班 他就说 没有这个站 那我不说我住在哪里 因为我叔叔现在还在住在那里 他就说没有这个站 坚持说没有 因为你要跟司机说 你要去哪里 然后他要打票给你 你给他钱 那他死都说没有 那你也没办法了 我看着那个车上面 坐在那里的那些人 都是那些白人 个个人都不出声 因为当时我呆了 我又不想就这么下车 因为我下车我就怕街 我再等下班 那天就黑了 就是黑得是伸手不见五指 那种黑的 你可以是 但是没办法了 他死都说 他根本不肯车我 那我就下车了 那等了两个钟头 之后呢 幸好呢 那辆车 就是之后那辆 的巴士司机 就肯车我了 就是肯 买票给我 叫我进去坐 那跟着呢 然后呢 下到去 就是 黑黑黑的 其实真的是 你下车之后 伸手不见五指那种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是在用Nokia那些 那个屏幕是 按出来的光是橙色的 那我 真的下车你不知道怎么办 又收不到我的电话 打算打给我的 就是 我叔叔的老婆 接着呢 就是 又打不了 那我 不知道怎么办 我在想 已经想了很多方案 那时候很小 我想 我要去 报警 是不是打112 还是119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 脑子都失去了 接着在想 我是不是在那里睡 一晚睡到 明天有天亮的时候 或者我是不是 应该继续走走走 然后走到电话有信号 那最后呢 我就不管了 因为 那时候我记得 我还要抽着很多东西 因为我 想买一些东西 给叔叔的家 就是 有些牛奶 送 一抽二 又背着书包 挺狼狈 接着呢 我就 随便不管了 我打算去一间屋 那里借电话 就是我的电话 都在手机上 那我就打算借电话 那 我都很挣扎的 你都知道你都怕 可能是杀人狂 或者是 看到你 亚洲人 捉了你 那我就 去了一间屋 那里 它有一些感应 一射 就是你走过去 它就会有光 射着你了 然后呢 进屋里面 有几个澳洲人 就是白人 来的 那我就看到我 那就出来 那 幸好他们就是好人 来的 那 那个女人呢 一开门 那里面呢 它的颈 是有条 是不是叫 雕鼠呀 一条很长的 那些鼠 就在那里 就是头的尾 那样 然后我那时候 觉得整个感觉很哈利波特 然后我用英文跟他说 我说我当室路 他问我住在哪里 那我就给了我地址 他看了 其实是在他附近的 他说不如我车你回去 我说不要啦 我不想上你车 然后 他就说 那我只要电话给你打 你打吧你打给你家人 那我就按 那我就按 按给我叔叔 那我叔叔的老婆就接我 那样 但都是被他骂到九血淋头的 因为那时候我好事都不回家 其实他已经很担心我 那时候我电话收不到他 他就打不出给我 然后他不停骂一路回去 那时候一直说我 哎呀 如果有什么事死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赔回你给你妈妈 这样 那 这件事是 其实整件事都很难忘的 那我那时候你问我 我恋不恋那个巴士司机 我恋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肯 当时你让我回去 就是你肯买票给我 我就不用这样 黑漆漆下车之后 是没有灯的 就是我那时候的区是 一个住宅区 是晚上真的黑得不得了的 而且他有灯都没用的 有灯都未必开的 那 这件事其实 类似的事情 我在澳洲不是第一次遇到的 很多观众都跟我说澳洲那边的歧视 是很严重的 因为他们是不会给你面子的 即是 你在美国可能都要 暗铁地骑你 但是 在澳洲他们是做得很明 然后呢 我大后当时去了法国 在法国呢 又是很多这些问题 那么 最明显就是 超市啦 我当时都呆了 为什么去超市买东西 你看着我 那间超市已经很小了 Casino 那已经很小了 那么 我买完东西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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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中 然后 旁边 那 Ave el Dabased 你已经看着我 是有费 maid sogar 议־ всем 然后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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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end 但是他 也兼诊 要我打开 把胶 打开 我的手包 Channel 正愈 放我套ích 你會看到他們一般都是選擇中國人 我留意過他們都沒有選過黑人 有色人種的話 他們只選擇中國人或者亞洲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很 因為更小 加上你會覺得整個人是很不聚躁 很不開心 吃東西也是 譬如我去吃那些Kabak 那些地方其實很快 你買完給錢就是了 我看到每個人都是下訂單 下訂單之後 他給你舊的東西 你才是給錢他的 那唯獨是我呢 我就是要先給錢 就是我一下訂單 他已經叫我先給錢他 那我不是傻 我小時候而已 但是 也知道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是名其理 但是他有沒有在言語上 或者是眼神 他沒什麼 他都直接叫你給錢 但是你看到全世界都不用給錢 才是只有你一個人要 那時候我就蹲在里昂這麼久 我就是在里昂第二大學 第二大學就讀文 一大讀理 三大讀商 三間都是政府學校 那不是說一好一點 三宅一點 是他把文理商這樣分開 那時候我讀二大 就比較多歐洲人 就是讀文科 那多數中國人都會去了三大 或者華人 亞洲人都去了三大比較多 那都 有一點點分黨分派 但是因為大家都來自不同地方 有些是希臘 有些是西班牙 那都會 就是有時交流很多 就是因為大家都出來住自己租屋 經常都會交流一些日常生活 買菜啊 買日用品啊 或者在哪裡洗衣服啊 譬如搬屋 我經常都運屋那個人來的 我是半年可以搬成四次屋 就是會有很多這些這樣 就是相依為名 互相扶持的那種東西 我試過有一次 上岳那裡 這裡損了 損了很久都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吃得那些 特意多還是一些 但又不會水肚不復 都住了那麼久 總之就損了很久 損了我是睡不著 很痛 灼熱那樣 那我當時又不想看醫生 然後我就叫了一個希臘女孩出來 我就說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她就拿了她的藥給我 也會有很多這樣的點點滴滴 雖然現在時間這麼久 但是我還是記得很清楚 我有一次還跟同學去巴黎 那由李昂去巴黎 其實兩個小時TGV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還有一些PASS 25歲以下是特便的 那我就 甚至有些人還會是 去巴黎上班 但是住李昂一天 這樣來回 那時候我去到 譬如 就是巴黎的景點 傻居居不認識的 其實那時候都危險 不過現在還會更危險 那她就會強硬綁在你的手上 其實見到你 一看就知道你是中國人 就算她當你是日本人也沒有用 她也是一樣 你是一個亞洲人 她也會 埋你身 就是去 綁一些你的手 然後問你拿錢 或者在火車上面 也會經常有人問你拿錢 給一些東西 然後就要問你拿錢 那試過被人打劫 我也好幾次了 就是坐地鐵上學的時候 我看到地上 整個地都是那些東西 我鑰匙 筆 我掉了地上 我剛才想過背樓是不是穿窿呢 原來看一看 四五個人在隔壁圍著我 就是他們其實拆了我的袋 但是應該拆不了錢 所以把我的東西丟到地上 但是你不能出聲 車上那些人都不會理你 不會問的 那你說為什麼你不報警 報警更加沒有人會理你啊 你有沒有人命傷亡啊 沒有嘛 那警察就會叫你自己處理了 你沒什麼事就算了 就是 是啊 都試過幾次被人打劫了 那還有一個都幾出名的站 那個站是出名的打劫的 因為我記得我跟當地的那些法國人說 他都說 哎呀 我又在這個車站裡被人打劫過 是不是叫Peyharsh 就是 是啊 是一個這樣的車站的名字 總之 如果你們現在住在里昂的話 都要自求多福 因為我知道現在 歐洲法國那邊的治安越來越差 那其實前後 就是 那麼多這些這樣的插曲 在我的 就是成長的過程那裡 其實對我日後的影響都大 就是我會被很多人 會知道外國生活是怎麼回事 就不會那麼多fantasy 或者會覺得 就是很想拿外國護照 那也都 回到香港之後 我在很多不同的外資公司工作 那也都 有同一個 就是 要幫外國做事 所謂 那試過不少一次 就是在香港那些外國 他拿著一部電話 那 就 拿著一部電話 那 你其實沒有跟他說話 我都沒有問他任何問題 那我就展示給你看 就 有一個女人的裸照 就站在廚房 那 那 他就告訴我 唉 這條女子送上門 他經常都找我好煩 就是 他說這個廚房是他家 就是 那個女生送上門 那個女生是香港女生來的 總之是一個中國籍的女子 我看照片 那 我經常都會有這些 其實是性騷擾來的 但是 沒有用 就是你去投訴 都沒有什麼證據 那 說一說給你看 說幾句話 那他會有什麼懲罰呢 就是 種種的事情 都遇過了 無論是在香港 還是在海外 那 其實我去分享這條片 就好像一個 summarize 其實有好幾個故事 我在我之前的片 都分享過 不過是 比較 散開的 那這條片 集中說了 其實簡單說 就是 我很希望 就是 我希望大家知道 在外國的生活 不是你相信中的美好 甚至於我那時候 在美國 其實那些工作機會 因為我的 種族的問題 都會比其他人少很多 很多人經常都問我 為什麼你去外國還回來 我是你去了就不回來 賴慕都不走 就是外國 真的不是你想得那麼完美 不是你去到 你就說 那些人對你好好 然後 住大屋 駕駛車 就是 尤其是當你要去賺錢 你要在城市工作的時候 你更加不會有你想那種 啊 就是住大屋駕駕駛車 那種生活 就算是 你都要付出很多 你才可以擁有得到 是的 那今天這條片 已經太長了 那我先說到這裡 下次想到 就是recall一些我以前的故事 再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吧 拜拜